韩剧《无人岛的DIVA》自上月底开播以来 引发了广泛关注 不仅在韩国国内赢得了高收视 还在台湾网飞收视台行榜上位列第二 而在《无人岛的DIVA》饰演王台娱乐节目PD江宝杰的蔡忠贤 与朴恩斌在剧里的浪漫爱情罗曼史引起大家关注 再度成为话题焦点 这位被称为韩国新生代大事男演员 在无法抗拒的他中 他饰演那笔的青梅竹马 总是在身边默默守候着那笔的梁杜贺 别看他好像很童颜 其实他今年已经28岁了 算是比较晚出道的代表 出道后第一部比较有重要角色的电视剧是Stove League 接着就以笑容超致欲的梁杜贺一脚爆红 除了爆红的无法抗拒的他之外 蔡忠贤也在宋志孝的新剧《来魔女食堂吧》中出演男二 在剧中饰演魔女食堂的宫读生 与男志炫上演一段爱情戏 演技实力备受认可 让人相信虽然起步比较晚 但是遇到好剧本 一定会越来越好 这次打荡朴恩斌 让他真的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角色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年近30新演员的故事 关于无人岛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曾在泰国生活一年到南非留学五年 今年28岁的蔡忠贤 从小父母就很重视她的教育 国中是为了让她学好英文 而送到泰国生活一年 后来父母又在南非生活的朋友推荐下 让蔡忠贤前往南非留学五年 进宿在父母朋友的家中 蔡忠贤也曾在访问中提到 那时候在南非生活 只是为了达到父母的期望 其实她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目标 蔡忠贤国中时就在父母的期许下 前往泰国留学了一年 之后又在南非留学三年 但在南非生活期间 因为英语不好 难以与身边的人沟通 一度感到很孤独 也曾因为韩国人身份 在当地遭遇种族歧视 生活相当不容易 不过这段经历也让她学会独立 变得更加坚强 不过此后 因为蔡忠贤拥有186公分的身高 帅气外貌 周遭有不少朋友都劝说她去当模特 某一天更在南非熟悉的哥哥介绍下 让蔡忠贤开始踏进了模特圈 在当地参与模特相关工作 不过她也坦言当时发展的并不顺利 曾经多次挑战时装周的事情 却总是在最后一个关卡遗憾落败 她也因此选择回到南韩 另寻发展机会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模特出身 后来蔡忠贤完成在南非的学业之后 就回到了韩国 并于2014年2016年间以模特身份活动 走过不少时装秀 又因为曾在南非留学过 蔡忠贤因此有机会参加一部美剧的演员争选 虽然落选了 但她也从中感受到演戏的乐趣 并开始有了想成为演员的想法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被称网络剧界的嫖宝剑 2016年蔡忠贤就在Tundra首第二季朝鲜王朝始路中 饰演一个小配角 正是以演员身份出道 2017年则开始在多部网络剧中担任男主角 累积演戏经验 像是Between Friends今天也安然无恙 即2019年的Rumour等 其中就有不少部是点击次数破百万的人气作品 而且在出演网络剧的时候 就有不少观众说蔡忠贤的外表和嫖宝间很像 让她因此被封为网络剧界的嫖宝剑 替她打开了知名度 蔡忠贤在剧中天真烂漫的形象 削起来的弯月眼睛和酒窝 让少女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边看边泛起欣欣眼 对人温柔亲切 被封为中全系男神 蔡忠贤早年演出多部人气网络剧 虽然都是担任配角 却凭借帅气外表吸引观众目光 而她其实还有一个担任空姐 外形亮丽的姐姐 二人有空就会相约出游 吃饭 姐姐也经常在社群平台 晒出与她的合照 或帮她的新剧宣传 展现二人的深厚情感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因名字太难念曾想改名 其实蔡忠贤这个名字 在韩文里算是蛮难念的发音 蔡忠贤也曾因此想改名字 但父母不愿意让她改名 后来她换个角度想 就是因为名字很特别 才更容易被大众记住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曾未洗增重七公斤 到了2019年 蔡忠贤首度从网络剧转战到电视剧 出演惊抬救援的年轻投手刘明 搞一脚 虽然要演棒球选手 但蔡忠贤原本其实跟棒球并不熟悉 也为了要演好棒球选手 蔡忠贤在聚集开拍前 每天吃四餐 努力增重七公斤 一个礼拜做五次以上运动 更接受棒球投手训练 将自己打造成贴近棒球选手的身材 金牌救援播出后 蔡忠贤在剧中的表现也相当瞩目 敬业精神 自然演技加上帅气外貌 让她开始获得观众的认知和喜爱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电视剧演员出道两年 累计四部作品 2021上半年 蔡忠贤则出演了薛西福斯的神话 在剧中饰演喜欢条线会的年夏男 虽然一开始有被金毛发型妨碍颜值 不过后来中乐透大变身 好好打扮后帅度暴增 还开跑车英雄旧美 十分圈粉 她通过自己的塑造展现出不同的身情 可爱面貌 近年蔡忠贤更有无法抗拒的她 来魔女食堂吧 两部韩剧热播 在戏中的表现都获得了高度赞赏 再次全了许多新粉丝 虽然蔡忠贤2019年才首次出演电视剧 但短短两年她就累计了四部作品 而且演技方面受到很多好评 是未来非常可泣的新生诞演员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私下爱摄影 有追踪蔡忠贤IG的粉丝们应该都有发现 蔡忠贤私下很喜欢摄影 不论是在拍戏片场还是休假日 都可以看到蔡忠贤拿着相机 记录生活里的种种日常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贤的九件事 因点险病逝而免出兵役 南韩男星的兵役状况 是许多粉丝都关心的问题 而有着高跳身材 精壮肌肉的蔡忠贤 在今年初的一段访谈中 却自曝因为健康因素免服兵役 原来她其实有点险病逝 在21岁时首次出现症状 当时在南非留学的她突然晕倒 被松上救护车 原先还以为是过度减重 营养不良造成的 直到后来因为症状持续出现 最终在2018年得到点弦判定 蔡忠贤正在拍摄电视剧 是偶然吗 口吐白沫晕倒的状况经常发生 接受身体检查的时候 是四级补充役 如果四年内不入伍的话 需要再次检查 而入伍是敏感的部分 她自己坦言也希望能痊愈 但是重新接受了脑电波检查 结果还是癫痫 在进行癫痫检查的过程中 需要三天两夜在单人房将头部贴着机器 如同监狱般在有摄像头的脑部检查室里面被关着 只可以去厕所 虽然在那里待了三天两夜 但是依旧检测不到脑电波 某天回家后坐在沙发 醒来之后桌子掀翻晕倒过 拍摄时晕倒过 因为脑电波说她脑神经有问题 所以得到了五级战士勤劳一判定 关于无人导的DIVA蔡忠协的九件事 正能量满满的阳光喃喃 而蔡忠协之前也曾在访问中 分享自己的人生座右铭 微笑吧 无论什么事都幸福地做 然后全力以赴 并且希望自己能成为名字前 会加上果然式的演员 看着蔡忠协的阳光笑容 打赏这句正能量满满的座右铭 实在很难不被圈粉 看着蔡忠协的阳光喃喃